这部电影被称为韩国版的 色界大尺度的镜头 让林志妍因这部电影一炮红 于是才有了黑暗荣耀里的烟真 而刘亦菲的前男友宋承倩 也首次展示了让人铁平的强壮身材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索影社 如果你在结婚后才遇到自己的真爱 你会选择离婚还是将爱埋在心位 请点个赞再继续 让更多喜欢追剧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他叫金正平 无可挑剔的外貌身材 加上战争英雄的荣誉 让他成为了司令的女婿 然而这样的人生赢家 却因战号综合证每晚都失眠 这天晚上 他意外发现隔壁家养了一群鸟 一番吞云吐雾 却恰巧被女主人发现 不知为何 在战场上大杀四方的他 此时却慌乱的像个犯错的孩子 连忙把烟藏在身后 感受到对方略带生息的神情 他赶忙向女人道歉 女人并没深究 转身进了屋 而正平却忍不住 朝屋里多看了几眼 就这一眼 却让他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第二天 正平来到医院 慰问受伤的士兵 在和护士合影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 缓缓走来 两人都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但都默契的没有说话 正平的妻子向大家介绍到 她叫嘉欣 是刚搬过来的大卫的妻子 而大卫正是正平 刚接收的下属 妻子对嘉欣格外有好感 两人正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一场意外打破了平静 一名神志不清的士兵 突然用短刀劫持了嘉欣 正平健壮 立刻掏出了手枪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嘉欣却异常的冷静 士兵因为战斗有了心理阴影 混乱中一发子弹 打到了嘉欣的肩膀上 看着鲜血渗透的肩膀 正平显得尤为慌张 但嘉欣却丝毫不在一腔上 只是关心自己的耳环不见了 这份坚强 让正平对她的好感越来越深 四目相对时 空气中似乎弥漫了爱情的酸臭味 第二天正平带着一束花 看望嘉欣 却没想到 接下来的发展 就像是杨高 进入了狼的领域 这天以后 正平再也忘不掉这个女人 在工作中经常走神 下班后 也忍不住回想起那天的场景 直到妻子告诉她 大卫邀请他们去野餐 她才回过神来 期间大卫和妻子聊得很火热 但没过一会 他们竟同时有事离开了 只剩下正平与嘉欣两人独处 回家路上 正平还时不时望向后排的嘉欣 她已经完全陷了进去 对正平而言 和妻子结婚只是政治联姻 没有感情可言 嘉欣的出现 就是她生命里的一束光 而她不知道的是 对大卫而言 嘉欣只是晋升的工具而已 在一次晚会上 大卫特意给嘉欣定制了落背装 为的是吸引将军的注意 我没有舞台装 对 这番把嘉欣拱手奉上的举动 让郑平生气的同时醋意大发 为了不让将军成绩开游 他不顾自己的形象 假装喝醉酒上台唱歌 但他的这些举动都无济于事 音乐已经响起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 嘉欣被一个老男人占便宜 内心难受至极 舞会结束后 嘉欣悄悄找到了他 帮忙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敲门声打断了这一激情时刻 嘉欣苍皇的离开 只楼下燃起熊熊烈火的郑平处在原地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 郑平在野安那不住蠢蠢欲动的心 趁着妻子和大卫闲聊的空气 他展开了行动 第二天下午 嘉欣如约而至 车子开往了僻静无人的森林里 这一刻 两人在野安那不住内心强烈的情感 所有的欲望都在这时轰然爆发 直至雨停 嘉欣才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 有些事情 一旦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 之后郑平对嘉欣越来越欲罢不能 甚至不惜用植物质便把大卫安排出差 自己则在晚上敲响了嘉欣的房门 但意外的是 嘉欣并不愿开门 内心的羞耻和对丈夫的愧疚 让他决定结束这段不忠的关系 回到家的郑平像是丢了回一般 甚至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 于是他又一次来到嘉欣门前 嘉欣实在不忍心 再把他拒之门外 并和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从这天起 两人彻底放下了心中的顾虑 如愿以偿的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 音乐厅里 郑平叫他跳华尔兹 用相机记录下他们的甜蜜时刻 在海边看着嘉欣追逐着海浪 郑平第一次感受到爱的滋味 嘉欣也随后对郑平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他本是华巧 因为战乱流离失所 被大卫的母亲带回家收养 13岁那年 大卫强行把他占有 长大后便被迫嫁给了大卫 听完嘉欣的悲惨身世 郑平眼神里满是心疼 回家路上 嘉欣突然得知自己的母亲病倒了 于是和郑平一起赶往医院 病房里嘉欣的婆婆一眼就看出 郑平和儿媳的关系不一般 他拉住嘉欣 嘉欣听完之后感到无比的愧疚 逆心陷入深深的矛盾中 嘉欣的刻意疏远 让郑平陷入疯狂 甚至不惜伪造大卫走私 把嘉欣的丈夫发配到越南 大卫的母亲猜出这件事和嘉欣有关 恳求他救救儿子 嘉欣在抬球馆找到了失魂落魄的郑平 嘉欣在抬球馆找到了失魂 大卫也得以洗脱了罪名 但郑平已经像中毒一般 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他 在郑平的晋升宴会上 他终于再次见到了嘉欣 感受到他的刻意疏远 而不得的郑平喝得鸣顶大醉 他找到在户外的嘉欣 郑平爱上下属的妻子 这件事很快就在社区传开 妻子和老丈人也因此蒙羞 怒不可遏的老丈人 把郑平发配到越南去 好好反省一年再回来 临近出发时 中毒已身的郑平 还是无法放下嘉欣 朱雪 幸运的是 子弹偏离了心脏 最终郑平虽然活了下来 但被发配到越南 两年后一个来自越南的士兵 带给了加薪两张照片 其中一张正是他和郑平的合影 郑平在给士兵带路的过程中 不幸身亡 临终时死死握着这张照片 照片的背面写着我的爱 而另一张是郑平的一照 露出的胳膊上写着钟加薪三个字 看到照片的加薪痛哭了起来 回想起自己曾说过的话 如果一个男人爱你 倒甚至愿意为你而死 你会愿意和他走吗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这里是缩影社 下次开播不迷路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推荐自己喜欢的好剧 请不吝点赞 设论区umn